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广文化传承不遗余力 106年开始主办接班人好戏台 助援演出计划 今年迈入第六年 2月18号又将在伊兰传艺园区的曲艺馆来登场 总共有14个团队大显身手 31位结业艺生接连登台表演 传艺中心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戏 那今年的接班人好戏台 就是助援演出计划 我们是迈入第六年 那今年我们总共会有 7种表演出的类别 有14个团队 然后有31位结业医生来参与这个计划 那我们每周除了礼拜三礼拜四之外 每天都有两场的演出 在伊兰传艺园区的曲艺馆 那一年大概会有 我们大概演出到12月10号 那有386场次的演出 传艺中心表示 是这项计划邀请国家级登陆 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 传习计划的结业艺生 来进驻园区表演 不仅精进艺生们的技术 也透过对外的互动 让社会大众可以认识 台湾传统无形文化资产的价值 而演出的类别有7项 包括了布袋戏北管音乐 说唱北管戏曲 满洲民谣歌仔戏 以及排湾族的口鼻琴 计划是由国宝艺师 他们的结业艺生 来做演出 然后主要是会去演艺 就是我们国宝艺师 他们的传统经典的剧目 那今年的7个类别 包含了大家很熟悉的 布袋戏 歌仔戏 还有说唱 还有满洲民谣 以及北管音乐 北管戏曲 那还有排湾族的口鼻底 那相信有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剧目 那有些是比较少见的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传艺 园区局馆来欣赏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接班人好戏台 祝愿演出计划 从2月18号到12月10号 除了每个星期三 星期四修馆以外 每天都有两场精彩演出 总共演出386个场次 想要知道详细的演出讯息 民众可上传译官网 或是脸书粉砖来查询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等